我想她们都是18岁 所以就跟着 一个跟着我前夫 一个跟着我前前男友 我想小女孩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好吧 现在小女孩太厉害了 我不喜欢小女孩 年轻的 小女孩真可怕 因为她们想要的太多了 比如她今天从女生得到一点好处 她下一个小舞台的想要更多 对 跟我们这样的人不一样 你知道吗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小女孩的话 说一句啊 她啥也不懂 没有经验 是吧 大多数的小女孩 其实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的需求 对 到像我现在这个年代 就是会有一点失所 是吧 比较需要你知道吧 是吧 要有点远一点 嗯 你太年轻好了 真的 躺着也不动 啥也不会 有什么意思吗 年轻啊 哎 不都一样 你从 到现在 大概有过多少个女人 不是 这个我们可以就聊吗 啊 大概有 这样吧 我们分几种 一个是保持长期关系的 一个是逢场做戏的 因为我知道 有的时候 会去育场 做一些保健 这种 对 嗯 这也不能算 对 这不能算 那也算什么样子呢 算就是保持长期关系的 嗯 他宁爱的这种量 大概有 希望做这个吧 哎 不多啊 哎 育场有什么不一样的服务吗 你可以教我 我可以以后 对吧 在教什么 取之于你 用之于你 是不是啊 你觉得我这个胸 能做胸推吗 完全可以啊 人家的胸推好凶 但写了一块鸡的 两个手挤 来为你做胸推 你这都不需要这么急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嗯 我在太太上的时候 就是想要约我的人 就真的是从一米 一米八五的南行 就是东行的机长 到一米八八 一米一九的模特 但我觉得他们很乱 我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现在根本不需要那些 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所以我也跟你讲了 我建议你呢 除了我之外 还有你老婆 其实挺好的 是 加一个和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能满足你的一些需求 我们不就 非常完美吗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真的不太喜欢一个 男人有太多的性伴侣 因为我会觉得很不干净 那也不行 那太累了 那也不行 太多 怎么怨不过来 怨不过来 太累了 平时也不是不工作 你知道吗 平时要工作 我是觉得 现在那点小女孩 真的太乱了 很容易得病 你知道吗 对 把她年纪大一点 就好一点 要注意一点 我很注意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 我不能说有地位的人 但是也算是一个 就是有自己职业 就是能说得上台面的人 所以我说实话 我很挑的在这方面 挑到你以后 我把片段已经删掉了 你有啥喜欢的 你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学 我也愿意 对吧 精进自己的技能 既都不压身 是吧 我可以学习的 我可以学习的